现在还有风口吗 那什么叫风口 有变化都有风口 现在没有变化吗 而且我忧心忡忡地一再提醒你们 我担心的不是量变而是自变 现在开始有自变了吗 有没有发现自变几个月发生一个变化 天大的自变 你看两三个月前的自变还是在自杀呢 现在的自变有没有发现开始塌杀了 所以你会发现有变化就有风口 这种变化包括人口经济 政策法律贸易 各位告诉我哪一个没有变化 人口是不是急剧老龄化 新生而出生急剧减少 有变化有变化 有变化就有风口 有优势就有风口 有劣势更有风口 这是对你这样的人你怎么看 怎么样看风口 对我来说满连都是风口 你比如日本的就业率期高 我们的就业率期低 我认为这就是巨大的商业机会 所以我就让我的助理干 具体怎么干我哥们都不知道 我那个助理是帝国理工毕业的 我说这是你自己搞 我就看这个风口 第一就能让太多的孩子找到工作 对吧 第二就能挽救日本 怎么不干呢 将来日本都是我们的孩子 多开心 所以在我眼里到处都是风口 比如我们的孩子学习太累了 累得要死 都想出去读书 那我组织你们去东南亚看看 你们经营家庭 你想到老美那儿 我组织你们到老美那儿看看 你经营家庭 你不到老美那儿读书 去哪儿读书 所以不管怎么着 你会发现 在我眼里到处都是风口 你只要有全球化的设为 你到处都是风口 我建议你的办公室放个世界地图 你放个真正的世界地图 你不要放我们自己的世界地图 你要弄个这个 北朝鲜人弄的世界地图 你会发现 他的世界地图 北朝鲜在正中间 其他的国家都很小 所以金胖子告诉我 我们北朝鲜是世界第一大国 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所以那个世界地图就不要看 看是假的 你们放一个真正的世界地图 放一个地球一页 你天天过背过 把每个国家人口经济 政策贸易的趋势过背过 我不相信没机会 到处都是机会 但最好你换个地方思考 比如在新加坡思考 你在纽约思考 你在伦敦思考 那完全不一样 那你说我喜欢在我的小山村 济南后山一个小山村 还不通电的小山村思考 你思考也没有用 所以危机危机 对太多的人来说是危险 但是对太多人又是机会 你取决你怎么看 反正我满眼都是机会 我想做的事太多 包括去阿根廷 也是很大的一个机会 有机会我带你们去阿根廷 但是我估计没大游戏 我带你们去非洲 你们就不愿意去 别说阿根廷了 那是避传沿应就有的机会 你啥都不干 买股票就行 就大概就这意思 好吧 但这举一个案例 这两天别人写了一个段子 是同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怎么看 更多的时候没有事实 只有观点 比如有一个人不大正常 卢信说这人有病 就把他骂一顿走了 摩颜和这个于华 捂着嘴嘟囔了几句 走了 这个胡思那异化妹骂 身表同情的 给他开了个药方 说你这是在怎么治 郑爱玲说你这病不行 妈你这病传染 不给你玩了我跑 陈丹青说你他妈的 你这病根本没治 绝症 那胡信已经说 病是没有大 即便是有一点 那也是幸福的小毛病 陈平说也怀疏了一点小病 但马上就好了 关键是别的村里内活鸡的病 更严重 他马上就要死了 我这病还叫病吗 这个张文维笑呵呵的 暂停截帖的说 绝对没病 不但没病 而且还是世界第一壮士 清场是领先 清场是遥遥领先 之马男说谁说有病 再说有病我把你给办了 所以你就知道 同样一个人有病 几个鸟人看的状态不一样 所以你不管碰到什么事 你看到的什么结果 和事实无关 和你的认知有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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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